魔道祖师 第四章 雅骚 六 魏房姓蓝的老古板和小古板半夜来袭 将他从床上揪下来脱去惩治 魏无羡抱着他那把剑睡了一夜 岂知非但此夜风平浪静 到了第二日聂怀桑竟大喜过望地来找他 魏兄 你真真是红韵当头啊 老头子昨夜就去清河我家父亲谈会了 这几日不用听学 也不用受教了 少了那个老的 剩下小的那个 这还不好对付 魏无羡一咕噜爬起来 边穿靴子边洗 果真红韵当头祥云照顶天助我也 江城在一边悉心擦剑 泼他冷水 等他回来 你还是逃不脱一顿罚 魏无羡道 哎 生前哪管生后事 浪得几日试几日 走 我就不幸兰家这座山上还找不到几只山鸡野兽 三个人勾肩搭背 路过云深不知处的会客厅雅士 魏无羡突然疑了一声 顿住脚步祈祷 两个小骨板 雅士中迎面走出树人 为首的两名少年 样貌是一样的冰雕欲拙 装束一样的白衣若雪 连背后的剑碎都是一样的 与飘带一起随风摇曳 唯有气质与神情大大不同 魏无羡立刻变出 板着脸的那个是蓝望姬 平和的那个必是蓝氏双臂中的另一位 则无君 蓝溪尘 蓝望姬见到魏无羡 皱起眉头 几乎是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又仿佛多看一会儿 便会受到玷污 移开了目光 眺望远方 蓝溪尘则笑道 二位是江城势力道 云梦将晚迎 魏无羡一礼 云梦魏无羡 蓝溪尘还礼 聂怀桑生如闻那 呃 西城哥哥 蓝溪尘道 怀桑 我前不久刚从清河回来 你大哥还问起你的学业 如何 今年可以过了吗 聂怀桑道 大抵是可以的 他如同打了霜的蔫瓜 求助地看向魏无羡 魏无羡嘻嘻而笑 泽武军 你们这是要去做什么呀 蓝溪尘道 啊 除水碎 人手不足 回来找旺鸡 蓝旺鸡冷冷地道 兄长何必多言 事不宜迟 就此出发吧 魏无羡忙道 哎 慢慢慢 捉水鬼 我也会呀 泽武军 烧上我们成不成 蓝溪尘笑而不语 蓝旺鸡道 不合规矩 有什么不合规矩 我们在云梦经常捉水鬼 况且这几天又不用听学 云梦多湖多水 盛蝉水碎 江家人对此确实拿手 江城也有心弥补一下 云梦江市这些日在蓝家丢的脸道 不错 泽武军 我们一定能帮上忙 不必 姑苏蓝事也 蓝旺鸡还没说完 蓝溪尘笑道 也好 那多谢了 准备一下一同出发吧 怀桑可同去 聂怀桑虽然想跟着一起去凑热闹 但遇见蓝溪尘便想到了自家大哥 心中犯处 不敢贪玩 道 我不去了 我回去温习 如此作态 巴望下次蓝溪尘 能在他大哥面前说几句好话 魏无羡与江城 则回房做准备 蓝旺鸡望着二人身影 醋眉不解 兄长为什么带上他们 除岁并不宜玩笑打闹 蓝溪尘道 江宗主的守徒与独子 在云梦素有家民 一定不是只会玩笑打闹 蓝旺鸡不置可否 面上却写满 不敢苟同 蓝溪尘又道 而且 你不也愿意让他去吗 蓝旺鸡愕然 蓝溪尘道 我看你神色 好像有点想让江宗主的大弟子一起去 所以我才答应的 雅士之前静默如结冰 一旁树民门声兴道 真是永远都不知道 泽吴君究竟如何看出二公子内心所想的 果然是亲兄弟 半想蓝旺鸡才艰难地道 绝无此事 他还要辩解 魏无羡与江城以神速背了剑过来 蓝旺鸡只得闭口不语 一行人旋即欲见出发 水鬼作祟之地名为彩衣镇 距云深部之处有二十余里 彩衣镇水路贯通 不知是小城中交织密布的河网 还是蜘蛛网般的水路两岸 秘密贴着明居 白墙灰瓦 河道里挤满了船只 和罗罗矿矿男男女女 花卉蔬果 竹客糕点 豆缠丝棉 盐河买卖 姑苏地处江南 入耳之声皆是绵绵软软 两船相迎撞在一起 翻了几坛子糯米酒 连两个船家理论起来 都听不出半分火气 云梦一多湖 却没有这种水箱小镇 魏无羡看得稀奇 掏钱买了两坛子糯米酒 递了一坛给江城 道 姑苏人说话嗲嗲的 这哪里是吵架 看看云梦人是怎么吵架的 能把他们吓死 啊 蓝湛 你看我干嘛 我不是小鸡不给你买啊 你们家的人 不是不能喝酒的吗 不多坐停留 成了十几条细瘦的小船 朝水碎聚集地滑去 渐渐的两岸民居越来越少 河道也静谧起来 这条河道通往前方一片大湖泊 名叫碧陵湖 魏无羡与江城各站着一条船 边比谁滑得快 边听此地水碎相关的事宜 采一镇数十年来从未有过水鬼作祟 近几个月 却有人在这条河道和碧陵湖 频频落水 货船也莫名沉入 前几日 蓝溪沉在此布阵洒网 本以为能捉住一两只 谁料想一连捉了十几只水鬼 将尸体面目洗净 带往附近镇上询问 竟有好些尸体无人认领 当地无人认识 昨日再次布阵 居然又捉了不少 蓝溪沉虽持有欲销裂兵 但蓝家的破障之音入水 威力削弱过半 恐怕难以应付数量众多的水碎 魏无羡岛 要说在别的地方淹死 顺水飘到这里来的也不太像 水碎这东西任狱 通常只认定一片水 便是他们淹死的地方 很少离开的 蓝溪沉点头 不错 所以我感觉此事非同小可 便让旺鸡一同前来 以备不测 魏无羡岛 泽吴军 水鬼都聪明得很 这样划船慢慢找 万一他们一直躲在水底不出来 岂不是要一直找下去 找不到怎么办 蓝望击倒 找到为止 职责所在 魏无羡岛问 只是用网抓 蓝溪沉答道 不错 难道云梦江市有别的办法吗 魏无羡岛笑而不答 云梦江市当然也是用网 但他仗着水性好 从来都是跳下河去 直接把水鬼拖上来 但这法子太危险 肯定不能当着蓝家人的面用 他转移话题道 如果有什么东西 能像鱼儿一样 吸引水鬼自己来就好了 或者能指出它的方位 就像罗盘那样 江城道 低头看水 专心找你的 又在异想天开 魏无羡岛 修仙欲见 曾经不也是异想天开吗 他一低头 刚好看见蓝忘姬 所成的那艘船的船底 心念一动 叫道 蓝湛 看我 蓝忘姬正宁神戒备 不由自主的闻声看去 却见魏无羡 手中竹膏一滑 哗啦啦一膏子水飞溅而来 蓝忘姬足底一点 轻轻跃上了另一条船 避开了这一波水化 闹他果然是来玩笑打闹的 道 无聊 魏无羡却在他原先所立的那条船的船弦上踢了一脚 朱高一挑 将船只翻了个面 露出船底 而船底的木板上竟牢牢扒着三只面目浮肿皮肤死白的水鬼 离得近的门声立即将这三只水鬼置住 蓝锡城笑道 魏公子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船底的 魏无羡敲了敲船弦 吃水 不对 船上刚才只占了他一个 可吃水 却比两个人的船还重 肯定船底扒了东西 蓝锡城赞道 果然是惊艳老道 魏无羡竹豪轻轻一泊水 小船飞驶 侧道与蓝旺基并列 两船相邻 他道 蓝湛 刚才我不是故意泼你水的 要是我说出来了 他们听见就跑了 你别不理我呀 蓝旺基屈尊将贵理了理他 看了一眼道 你为何要跟来 魏无羡惩承执的道 我来给你赔礼道歉 昨晚是我不对 我错了 蓝旺基应堂隐隐发黑 估计是还没有忘记 之前魏无羡 是怎么给他赔礼道歉的 魏无羡明知顾问 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别怕 我今天真是来帮忙的 江城看不下去了 要帮忙就别废话 给我过来 一名门声喊道 网动了 果然 网绳一阵急剧的抖动 魏无羡精神一阵 来了来了 水草般的浓密长发 在数十艘小船边 齐齐翻涌 一双双惨白的手掌 扒上了船弦 蓝旺基反手拔剑 避沉出鞘 斩断了船弦左侧 十几只手腕 只留下手指 深深抠入木框的手掌 正要去斩右侧 一道红光闪过 魏无羡 剑已入鞘 水中一洞止息 网绳也重新平静下来 方才那一剑出得极快 但蓝旺基已看出 他所背的必是上品灵剑 肃然问道 此剑何名 啊 随便 蓝旺基看了看他 魏无羡以为他没听清楚 又说了一遍 随便 蓝旺基凝眉 此剑有灵 随意称呼 视为不尽 魏无羡哀了一声道 脑筋转个弯嘛 我不是说叫你随便叫 而是这把剑的名字 就叫随便 那 你看 说着递了过去 剑鞘纹路之中 刻着两枚古字 果真是随便二字 蓝旺基半想说不出话来 魏无羡体贴的道 你不用说我都知道 你肯定想问 我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哎 每个人都问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只不过江叔叔给我刺剑的时候 问我想叫什么 我当时想了二十多个名字 没有一个满意的 心想 那就让江叔叔给我起吧 就随口说了一声 随便 谁知道剑出炉了 上面就刻着这两个字 江叔叔说 既然如此 这剑就叫随便吧 其实这名字也不错 对吧 终于 蓝旺基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荒唐 魏无羡把剑扛在肩上道 你这人太没意思了 这名字多好玩 套你这样的小古板 一套一个准 对不对 这时碧绿的湖水中 一片长长的黑影 绕着小船一闪而过